董老师怎么看 柯文哲终于走上 这个阻挡这一条不归路 各位知道我们台湾的政党 到今天为止有几个吗 很多 346个 如果说这个顺利的话 它是347个 台湾的政党 绝大多数的政党 都是处于休眠中 所以说大概你看一下 台湾的政党历史 一个新成立的政党 你如果要生存的话 它要有一些基本条件的 简单的说 这个基本条件是 先要有政治地盘 你的政党才能够生存 民进党建党到生存 它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1986年民进党建党 之前有20年的党外运动 给它铺垫了基础 孕育了这个政党 所以民进党的 创党的123个人 那个里面有很多 是当时的 已经是立法委员了 已经是审议员了 国大代表 县市议员一堆啊 什么意思 他已经有地盘了 所以你宣布政党 在你自己的地盘上 就是你的这个公职人员 你的服务处插个旗 这个就叫民进党服务处 马上就遍地开花 整个台湾都有 这个是民进党 亲民党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2000年败选之后 宋楚瑜败选之后 省府团队成立了 这个亲民党 亲民党刚成立的时候 光是立委就有三十几席 也是马上那个 叫省府团队一撒出来 遍及台湾 所以在隔年的 2001年的立委选举 46席 那今天我看听到的 柯文哲那些建党理念啊 我怎么听都像是 这个这个亲民党 因为该说的话超越蓝绿啦 第三势力啦 讲卫水啦 那个早就通通都讲过了嘛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不聪明的选择 成立政党 你没有退路了 你必须进攻 因为政党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争取执政权 你如果自己主帅不选的话 你下面的 你说派立委去出征啊 那奇怪 我立委自己可以打仗成功的话 那我干嘛要靠你这个政党 一票50块的政党补助啦 如果得300万票也1504年 不是而且董老师 柯粉会跟你说 LKK才会六都都要设服务处 我也可以设网路虚拟服务处 LKK才会设计划路虚拟服务处 LKK才会设计划路虚拟服务处